请问Amanda老师 什么样星座的女人 当了妈妈之后会变得很强大 好我们先讲 其实当父母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全世界最艰难最辛苦的工作 对不对 特别是妈妈 很多妈妈比方说做了很多料理 或者是点了一些餐 小孩没吃完 最后都是到了妈妈肚子里了 所以妈妈除了这个衣服尺寸 通常都会变大几码之外 我们今天透过月亮 金星跟上升星座来看看 哪些星座的妈妈当了 这个母亲之后 真的在哪个部分会变大 首先第三名 如果月亮金星跟上升 有在射手座的妈妈 我们说呢 她们聪明仔细很难欺骗 她们会从天真变精明 也就是这种心眼会变大 好我刚看来 小萱月亮在射手座 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很多射手座的女生 在年轻当小姐的时候 其实个性是有点大而化之的 很多事情觉得OK啊 无所谓 你们觉得好就好了 甚至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 她们都不会注意到 但是当了妈妈之后 其实她突然好像什么 开了智慧了 很多事情 就是真的小孩子一个眼神 她就知道不对劲 你在外面又打破什么东西 好就年轻的时候 不可能有这么反应这么快的 或者是像刚才少萱 举个例子非常棒 你说铁帝跟你讲说 为什么我想要有其他的弟弟妹妹 她就会说 那我来做你的妹妹 有没有 她们会用很有智慧的方式 来跟小孩互动 这是当了妈妈之后 才能够得到的技巧 第二名呢 我们说是狮子座的妈妈 因为呢 一肩扛起 为母则强 她们会从胆小变得很强大 其实呢 狮子座的妈妈怎么样 她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狮子座的人通常都是什么 很爱面子 对不对 希望自己表现是非常好的 其实有一些年轻的狮子小姐 她们其实是有点害羞 就说很多事情 比方说你叫她熬夜排队 去抢一些纪念 这种限量品 她们会觉得好丢脸哦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但当了妈妈之后 只要孩子一句 妈妈我想要 只要这几个字 她们就什么 没关系 妈妈去帮你排队 妈妈去帮你抢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再来就是呢 像有的狮子座妈妈 其实她们在这种年轻的时候 也是觉得 我是一个小姐 我刚才有小姐被呵护的感觉 所以很多家事 她们不太擅长 但是当了妈妈之后 不要说什么扫浴室啦 这个清理家务 她们全部都能够自己来 能够变得非常的强大 第一名呢 就是处女座的妈妈 因为唠唠叨叨碎念不停 她们会小姐变成大妈 要小心是什么 我不要 所以经文有这样 太阳处女座 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你你重此不要 但你一定是 我不要 而且这还让你有加成效果 没错没错 好 少薛其实也有 你的精心在处女座 有这种特质 我们讲处女座的人 她们的优点是心思细腻 对不对 很多事情 其实她们是可以观察很细微的 那当小姐的时候 可能会发挥在工作上啦 或是一些她没有注意到的层面 但当妈妈之后 因为关心自己的孩子 所以她就会什么 从早开始叮咛 早餐要这个要吃什么啦 要该吃 要吃快一点 快赶不上车了 出门的时候 记得今天要多穿外套 要带雨伞 走路的时候 不要左顾右盼 不要跟陌生人搭讪什么的 她们会一直不停地叮咛孩子 可是有时候一个尺度拿捏不好 就变大妈了 好 再来就是 处女座的朋友 她们当妈妈之后 因为太在意这种 我们说家人 或是有心在孩子身上 自己的打扮 有时候会忽略掉 好 一忙起来 因为她们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像刚刚小萱 可能又要帮小孩这个 料理她的餐点 又要当学校 很多很多的这个兼职工作 事情一多 她们觉得什么 我忙碌在这些事情上面 没有空去打点我的这个穿着打扮 身材走样之外 往往那种鲨鱼夹一夹 开始有没有做事情 那个整个感觉 真的就很大妈了 所以要避免的话 要稍微的留意一下